我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第一眼没有看上我 我再怎么追求 你对我也只是感动 而不是心动 我喜欢的女孩 是能够在1米6和1米7之间 身材中等 胖到十六姐那样 就肯定不行了 因为我觉得胖的女孩 都是生活习惯不好 太懒散了才会这样 我要找的女孩 不能比我强 她家庭条件不能比我好 学历不能比我高 工资不能比我强 不然的话 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也担心她婚后 我都会出嘴 我身边总有人跟我说 你找个家庭条件好的 老专人有闲的 省得奋斗了 我觉得男人 要是找了这样的媳妇 就是没出息 一辈子都会看 对方的脸色生活 但我找的女友 又不能比我差天 没文化 没工作不行 抽烟喝酒打麻将都不行 张嘴就是茄子 足够大辣椒都不行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 有共同的健康爱好 比如说拥有 健身 旅行等等 我能接受我的女友 有男归命 但是不能接受 她和亲男友 还有联系 我喜欢主动追求女孩 如果有女孩 反过来追我 我会觉得这样的女孩 很没有挑战性 女孩就是应该 让男孩追的 所以今天我追到 全程度恋上来了 就是要追到一个 一见正直的女孩 会是你吗 十四号球 小伙子看短片你说 胖女孩都懒散 怎么就懒散了 七号对 上 就是因为 那个 我觉得吧 小伙子你说 你不是生产超主公吗 我也是啊 像你说的 那正常都能干活的 怎么就皮筋差了 最主要的是 像十六姐那样的 咱俩刚看完这个 我刚听完你 十六姐你别说话了 你都为了小伙子 泡起咱俩了 晚上你去连小伙子 放了 爱情诚可贵 但是我自尊得捍卫啊 不是 你就是什么玩意 就胖女孩就懒散了 那是 那个小杜家 那都胖那样了 该懒散不也懒散吗 说谁呢 十三号家家 是吉利省的邋遢大王 在松原 你都出名了 燕子姐 你给我留点面子 我这么喜欢小伙子 你这么说 这万一不喜欢我 不不 它可干净了 就是有点乐特 谁信呢 杜家你自己解释 我说我说窟窿门里了 我比较邋遢 我换下来的衣服 我我习惯随便烂冷 你能不能够收拾 能 不是 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不是你俩能不能熟识的问题 尊重一下我们胖子的感受 行不行 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怎么就是胖子就 就懒散就乐乐了 你知道我每天都干 干多少活吗 你知道你以前都吃多少吗 我这么说一个道理 你就明白了 那个 有一种 有一种狗狗叫那个 就是狼狗 精犬 他每顿饭其实也是一小碗 但是长得也招样大 这东西长得大 跟吃得没啥太大关系 人家怎么能和他比 说的是胖子不一定就懒 明白不 是 我说不一定就懒 但是 就那种状态 状态咋的了 这个状态让人看起来非常腻 我跟你说 你值不值得有一种东西 叫做体跟体质不一样 就有的人瘦着 我跟你说可惜一天吃一半 我跟你说 不许我少 就我就这样的 我知道 那你稀说好 那就对了呗 谁说胖人就懒了 就此事发展到这个程度来讲 我突然觉得姐妹 其实比爱情有的时候重要点 那俩集合 走 真玩 一二三 一二三 你咋干啥来了 你这是挑战我们 你极限了 你这就极限了 你为什么说胖的女孩就懒散 我非常不同意 这事儿 呃 百分之八十吧 她都是因为比较懒散 或者吃的挺多 造成这个 为什么我们仨下了以后 她说话都虚了 你 走 你仨刚才 狂狂狂 我感觉我的生命 那你本 刚才的话重说一遍 胖点也挺好 那那个胖点还懒不懒呢 那就不懒呢 哎呀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争斗啊 现在第二个短片过后 看到是场上只有一个人的灯亮着 十三号加价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嗯 我觉得小伙 在台上的表现也挺不错的 而且小伙家是送圆的 我不太想找异地恋的 然后觉得小伙挺不错的 来 奖声有请 十三号加价有请 我们来看一下小伙的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意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十二号停一停 来 掌声有请 下来问一个你就想问的问题吧 问两位 你如何看待爱情亲情友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将这三个关系排序的话 你会怎么排 我首先肯定会把亲情看在第一位 爱情我会排在第二位 然后友情我会排在第三位 来 嘉嘉 我是在台上这么些机 我是第一次站在这个位置 特别紧张 也是第一次在台上遇见 就是挺中意的男神 然后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一定会是亲情 然后其次我觉得会是友情 把爱情回来最后 你会怎么排 我会像十二号这么排 爱情方第二位 对 友情第三位 对 是吧 好 那问过了这个问题之后 接下来要做你的选择了 如果选择你的一中人 挺挺的话 要做最后的争取和努力 因为他的灯灭了 如果选择嘉嘉的话 就可以幸福地牵手成功 好 五秒钟倒数计时 然后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我选择放弃 如果十三号 姑娘 她 她的 排序如果说像十二号这样的 我会牵手 但是 她把爱情放到最后一位 我觉得 我会担心 以后的爱情生活非常不牢固 然后十二号 姑娘 因为她没灯了 所以说我不会强求 小伙子 在这个事上 别钻那个死胡同 杜嘉我问你 爱情和友情在你心里边 真的就是很准确地排谁先谁后吗 是一个没有太固定的位置 王哥问你个问题 最直接的问题 你的男朋友和你的朋友 同时掉到河里边了 你会去先救谁 会救我男朋友 那我再问你 当你在最无助的时候 觉得自己最闹心 最伤心的时候 会首先给谁打这个电话呢 会给男朋友 因为我比较弄足 我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 我会打电话 想让他陪我唠嗑 想让他哄着我 小伙子你会发现 未来你会发现 爱情 亲情 友情 这里边所有涉及到的人 原来只要是围绕着你 这三情构成的人 他们都是爱你的人 所以这三者 没法具体地 很明确地分开 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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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我也觉得我的问题有问题 反正现在就是没问题 来我们掌声祝福他们好吗 祝你们幸福